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小民之心新闻点评 今天是8月21号 小民之心网站开始试运行了 欢迎大家前来浏览 前天,华尔街日报披露 习近平正准备在9月召开的上个组织年会期间与普京会晤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 习近平办公室近日暗示 习近平有可能亲自出席在乌兹别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年度峰会 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 知情人士说 在愤怒的警告和报复威胁 未能阻止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 中方临时增加了习近平的这次中亚之行 如果这个消息属实 这将是习近平近三年来首次出国访问 这次行动不可低估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在中共二十大召开的前夕 在这种关键时刻 习近平出国参加这次峰会 真若如此 那足以说明 习近平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急于和普京商谈 早些时候 华尔街日报曾经报道说 习近平将在今年11月 前往印尼出席G20峰会 并可能与拜登和普京等大国领导人进行会面 显然习近平已经等不及了 去年以来习近平当局对台湾的武力威胁 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 美国 日本政要多次表示关注台海的和平 不接受武力改变台海现状 日本前首相安倍曾经表示 台湾有战事 就是日本有战事 拜登更是两次表示 如果台湾遭到武力进攻 美国将保卫台湾 而佩洛西访问台湾 无疑是国际社会支持台湾行动的一个高潮 也是美国政府向习近平当局发出的最强烈的信号 他标志着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很有可能 习近平急于和普京会面 就是为了应对当前的台海局势 面对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习近平恐怕找不到更为有效的手段来对抗美国 或者说习近平认定了 单凭中国不足以让美国畏惧 让美国退步 他需要重新强化与俄国的关系 共同对抗美国 尤其是在俄国侵略乌克兰战争正在进行期间 习近平和普京举行会晤 这本身就意味着对俄国侵略行动的支持 同时也是在向美国示威和挑战 另外今年是中国与日本关系正常化50周年 双方原定在9月29号的今年日 在东京举行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然而为了威吓和报复台湾 邀请佩洛西访问 习近平当局在台海周边 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并向台湾周边海域发射导弹 结果由五发导弹 落入了日本主张的海上专属经济区 引发了日本方面的强烈抗议 日本首相外相防相先后发表声明和讲话 对中共的导弹威胁表示抗议 并呼吁习近平当局立刻停止军事演习 结果中共当局不仅加以拒绝 还斥责日本严重毒化了中日关系 8月9号 日本的产经新闻发表了一篇设评 认为以目前的局势而言 中日关系已经不再友好 产经新闻建议 今年9月不要举行大规模的庆祝 中日友好的纪念活动 以免向中国释放错误信号 使其认为日本有求于中国 产经新闻的社论还提到 中国在台海周边举行军事演习 有五枚飞弹直接落入日本的海上 专属经济区 可以被视为是极端敌对的军事活动 认为现在日中关系 已经不能说是友好气氛了 就在这些天 国内还发生了一件 严重影响中日关系的事情 这个月的10号 在苏州的一条日本风情街上 一位年轻女子 因为穿日本和服拍照 而被警察以寻寻姿势的罪名 带到派出所进行训话 警察指责这位女子穿和服 是在煽动民族仇恨 这位女子在派出所 被扣押打五个小时 直到凌晨一点钟 在写了书面检查之后 才被释放 警察没收了这位女子的和服 甚至还强迫她脱掉脚上穿的袜子 和木底拖鞋一并没收 消息传出后 这件事情在国内外 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国内很多人 包括一些律师和学者 都对苏州警方滥用权力 表示愤怒和不满 北京青年报 对那位女子进行了专访 详细介绍了事件的经过 很多重量级的国际媒体 也报道了这件事情 其中就包括日本的共同社 消息在日本 也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苏州曾经是国内 日本人最集中的城市 光市内的日资企业 就有3000家之多 日本风行街 就是当地政府 为吸引日资而兴建的 这条街上集中了 大量的日本餐厅和商铺 而街上的商铺里 就有和服出售 苏州警方 仅仅因为有人 在街上穿日本和服拍照 便将其拘押 这不仅是在公然的滥用权力 甚至是在挑战社会的法律常识 这样的做法 实在是过于的荒唐和霸道 国内有自媒体发文 苏州公安 你们该出来道歉了 文章说 十三派出所 至今不出来道歉 难道整个派出所都是法盲吗 就算十三派出所 全员都是法盲 难道苏州公安局 高新分局 也都没有一个明白人吗 就算分局 没有一个懂法的 整个苏州市公安系统 也没有一个懂法的明白人吗 面对舆论的强烈质疑和指责 涉事的警察 没有道歉 涉事的派出所 没有道歉 凡是那位因为传和服 而被拘押的年轻女子 公开做出了道歉 北京新年报的相关报道 也被下架了 这足以说明 已经有更高层级的部门 介入了这件事情 显而易见 苏州警方的行动 得到了高层的支持 直到前天 官方媒体报道 苏州警方上门归还了 他们没收的和服和邪忘 并对受害者表示了关心 也就是说 苏州警方坚决不会道歉 制裁至此 显然已经不再是苏州警方的事情了 苏州警方因为有人穿和服而将其拘押 这当然是在公然的渲染仇日情绪 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滥用权力的范围 已经对中国的国家形象造成了冲击 已经对中日关系造成了冲击 尤其是 对中日关系正常化 50周年纪念日 只有一个多月的时候 警方有意的制造这样的事件 并坚持不需道歉 而有关当局还加以纵容 这其中的政治意涵 是显而易见的 这是中共当局在公然的蔑视 中日关系正常化 公然的渲染仇日情绪 也可以说 习近平当局 已经完全不在意中日关系了 任由中日关系继续的恶化下去 过去 中共当局经常利用中日关系 调解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借机转移国内矛盾 来维持他们的统治 但是 近来的情况似乎有些不同了 这恐怕 不再是以往他们惯用的策略性行动了 而是中共当局的对日战略 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中共当局 可能已经把日本当作了潜在的敌人 这意味着 中日关系将会彻底的逆转 甚至可能会进入冷战状态 当然 面对中共当局对台湾的军事威胁 面对日益严重的台海局势 日本方面也在进行各种的准备 而且日本执政的自民党 和相当多的日本国民 已经在准备修改宪法 强化五倍 关于今后的中日关系 以及在未来的台海危机中 日本可能扮演的角色 我以前已经谈过 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可以推断 随着台海局势日渐紧张 中共和美国和日本的对抗 已经无法避免 甚至有可能兵戎相见 如此这般 我们便可以明白 习近平急于会见普京的原因了 习近平将在中共二十大上连任 这就意味着 习近平现行的国内外政策 将会继续推进 甚至会加快速度 加大力度 毕竟打破既往的惯例 开始第三个任期 习近平有必要拿出某些成绩 来证明他第三个任期的必要性 对于习近平来说 台海局势正在逐渐的失去控制 国际社会对台湾的认识 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对台湾的支持和认同 正在公开化 特别是西方民主国家 都公开反对中共 对台湾的武力威胁 并且他们已经开始采取行动 这一切无疑会对习近平 造成巨大的压力和恐慌 正如佩洛西所说的 习近平这个恶霸已经受到了惊吓 如果习近平真的要在20大前出访中亚 会见普京 那就足以显示习近平的急迫感 习近平显然希望 在未来的台海问题上 乃至台海战争上 普京可以牵制美国日本 助他一臂之力 同样 目前正深陷乌克兰战争泥潭的普京 也迫切需要习近平的支持 不难想象 面对西方世界的压力 习近平当局一定会想方设法的建立自己的同盟 进行对抗 习近平当局和普京的勾结 无疑就是一个构想的一部分 实际上 新的周新国的雏形 已经出现了 令人担心的是 从过去的历史看 无论是上个世纪的朝鲜战争 还是正在进行的乌克兰战争 西方民主世界 总是低估独裁者的愚蠢和疯狂 总是无法理解独裁者的行为逻辑 因而 对即将到来的危险 缺乏足够的思想和物质准备 而这种情况 反而会让独裁者更加的疯狂 从目前的情况看 不排除二十大号不久 习近平就会采取重大行动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说到这里 请喜欢的朋友 订阅点赞留言转发 小民之心谢谢各位 再见